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Hong Kong On Screen Podcast 今集有Catherine和我对《沿路山卡拉》这部电影有点观后感想 我们Hong Kong On Screen在9月最后一个周末放映了《沿路山卡拉》这部电影 观众反应也不错 《沿路山卡拉》这部电影是由香港的导演王浩然做到 是一部非常低成本大约200多万的制作 但是近几个月在口碑的带动之下已经去到千多万票房的突破了 在预算上是非常成功的 这部电影主要的卖点就是 故事就是说一个可以说是其貌不让的男性 沈家琪飾演的男主角 那就是不约而同地跟五个住在好山卡拉的地方的女孩拍拖 那就是有五位新的女演员出演 包括是梁雍婷、张文家、陈汉娜、苏丽山和余香盈 那他们住的地方都是非常之格涉的 甚至乎有很多香港人都没去过或者没听过 例如是沙头角、夏伯黎、大澳、荔枝窩和澄碧村 那在这五个小小的互动 就是说这个男主角沈家琪的心路历程 那Kathryn Baird 你说一下 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什么即时的感想 好啊 因为我当晚是在L.A.看 我们有百多个人 其实都差不多接近Full House 其实观众的反应是非常好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没有人离开 个个都好像还在这里坐着回眉 一来可能是片尾的歌、音乐 二来可能是这部电影 令大家都看得很舒服 因为它是很Smooth 然后又有些景色 整个音色都很Soft 当然它里面有些对白 都是有些好设计性的 令大家都知道它应该是2019年之后的反送中的香港 它又有些地标的名字 例如太子 又有能量度 可能是很少的 其实这篇幅也是有说到反 佔中的时候 雨傘的时候 那些东西 还有 里面的主角 他们是网台的记者 大家一想网台记者 大家知道在2019年时发挥了什么作用 究竟他们看到什么呢 大家的心里 大家不用说都明白 我觉得有很多扣连到 现在在海外的观众那种心情 第一 因为疫症之下 很多都可能没有回香港 二来 很多现在因为 两年前那种运动 令大家更加希望认识多些香港 而这部电影 正正就是 可以给到 满足到大家 这些海外观众 那种感官的感受 第一不是看到我们很普通的想到的 香港维港那种灯色 或者太平山顶拍下来 但反而现在是带我们去一些很深刻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海外华人 应该是这些地方很多都没去过 可能听过夏白黎 或者去过听过石澳 我意思是大澳 因为这些都变成了一个旅游景 但是其他那些 应该 可能连名都没听过 所以大家都觉得 很新鲜 大家可能心里都想着 下次回国一定要去一下这些地方 嗯 反而可能因为我是在香港看的 我就没有对那些 反送中的元素有那么多的 留意了 我想因为 只不过都是很蜻蜓点水的 蝙蝠 因为现在拍的视频是 绝对不可以正面的 所以它蜻蜓点水 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bonus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缺点来的 没问题的 因为它始终的故事 重点不是这一方面 那么这部电影 我看完我就觉得 其实也OK的 我觉得 在近年的香港 主流 的 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之下 都叫做 合格了 我觉得 也要看得上心欲望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最大的贡献是让我认识到 山卡拉 那个卡拉 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因为以前我从来都不写 卡拉OK 那个卡拉OK 现在终于 公司知道 原来我们广东话 这两个字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相信很多人 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名字 都不懂得怎么读 后面那两个字 但因为讲得多了 大家都知道 原来那个卡拉 是这样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最大的贡献 第二个贡献当然是 他讲的那些地方名字 而我觉得我在香港 因为我认识到一些朋友 他们经常都去行山 经常到处去的 但是我真的 我没去过这个荔枝 就是梅子林那里 我都没去过 所以这个 下次真的要去一下 程碧村也讲得很吸引 我是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 都是没机会去过 嗯 程碧村我以前也听过 你也听过 都是 是那些怎么说呢 就是那些 遭遇的那些地方 嗯 嗯嗯嗯 但是也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提出了这些地方 令到无论是香港人 或者海外华人 都有个新鲜感 所以我觉得我在现场 在LA这边 和一带全部都是海外华人来看 那个感觉就是 大家都很 挂着香港 其实 还有真的是那句 他们的宣传口语就是 香港真的很漂亮 这个大家都得到那个共鸣 所以 大家坐在这边 其实基本上 那个资料已经结束了 那个视频已经变了黑了 都没有人走 我们的主办单位 是要起声 和大家说 我们没有东西 你们可以走的了 那些观众才散了 就是这样 这部电影 就像你所说的 最大的特色 或者卖点 都是那五个 拍摄的地点 但是其实 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对这五个拍摄的地点 就是在镜头上的运用 是不算突出的 其实只不过是拿来做报警版 我觉得 是的 我觉得 你可以说 其实它是用这五个这么遥远的地方 来描述两个人的心之间的距离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什么说服力的 我觉得在那个影像的处理方面 它不是很说服到我这五个地方 为什么要选择这五个地方 它也没什么用到这五个地方的每一寸的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惜的地方 大家如果还没看HKOS 里面有个导演 专专给了一个Q&A的视频 给我们的十几分钟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中导演说了一个点 他说他拍一部电影 其实他只是用了12天去拍摄而已 大家想想 12天 他如何安排的时间 其实他真的抽害得很好 所以他在影像上 看不到美景有多漂亮 我们刚刚看到他黄昏的时间 但其实他整个观感 其实他没有什么镜头可以拍摄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时间 因为他12天里 他只要搬一些器材去这些地方 可能我猜梅子林 他真的要行山进去 他整个团队要搬一些器材进去 结果最后他可以拍摄的时间 可能真的只剩下很短时间 所以 好在我觉得他选择那12天来拍摄 已经有没有下雨 又没有什么 天气还是挺好 所以在这么限制的情况之下 这样拍摄 也是 acceptable 但是真的 你说的是对的 其实从那个影像上 我真的看不到 这些景有多漂亮 只不过就是卖了 卖了名字 所以就是告诉你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这么夹蝉 所以他要借助那些团队 告诉你 在地图上的位置 是有多偏远 然后由观塘 这个市中心去 有多远 他就要借助这些 给你自己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还有我觉得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开始说了 他和这几个女孩的感情线 究竟是同时发生 还是分断的 其实在电影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没办法从他的服装上看到 四季有没有分别 因为他就用了12天去拍摄 本身香港四季又不是很分明 我们有看一些树 即使是背景也好 如果四季分明 你可能看到一些树 看到一些树叶 你会分到那个季节 但是我们香港又不明显 所以整部电影 我其实就 摸不到故事 究竟是同时间和五个女孩 还是分开 还是有前后先后次序 你看上去有没有鲜漏次序 那先说回景 这部电影的摄影指导是梁明佳 亦是野香鸳鸯深水埗的其中一位导演 其实我看到他之前的作品 或者是例如李俊锡的 《燭水漂流》的摄影作品 其实你看到他在一个强一点的导演之下 是可以捕捉到一些很凌厉的影像 但是在《原路山卡》 我觉得是 很漂亮 但是勉强合格 亦都没有特色的摄影 我觉得就是这个 亦都能告诉我 导演的功力 去到哪里 我觉得 其实近年香港电影 我觉得 影像处理的水平方面 是有少少下滑的 因为我觉得 以前的导演 可能是 杜琪峰最高峰的那些时代 他对地理和影像之间的关系 拿叠得很准确 近年也不是没有的 我觉得 周冠威的《幻爱》 都是用这个 屯门 屯元天的一方面的景 是用得很好 用得好的意思不是 美不美 是真的对那个故事 是有一个关联 是用那个 景心 来交代故事 近年也不是做不到的 只不过《沿途山卡拉》这部电影 可能好像你所说 那个拍摄上的限制 或者其他方面的限制 让他 我觉得这五个景 只是沦为报警版 你说 那五个女孩那方面 我就觉得 对这部电影 最多人说的 批评 或者 评击的方面 就是 那五个女孩的 运用的时间 都是放得不好 就是 基本上来说 就是太多了 太多女孩了 其实 看回导演的访问 我们知道原来他以前 设计了有七个女孩 更多 都是想象不到的 我觉得这五个女孩的时间 分布 是有 几方面的问题的 但是 在我说之前 不如Catherine 你再说一下 你对这五个女孩的时间 分布 有什么其他感想 我觉得整个故事 总之最后观感出来 我觉得大致上 其实我没什么 很想批评他 因为我始终觉得 他整个都 转得挺smooth的 当然 你说的时间分布 在余香盈的故事 是最长的 而好在 我又觉得 余香盈 这次的表现 又很好 是一个有少少粗口 难口 然后又很努力的女孩 我不知道是否 余香盈 本身自己的性格 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 用回自己的性格 去演 所以演得这么好 还是他可能是一个文贼 因为看他的样子 是像一个文贼 很温柔的女孩 但是 这部电影 好像有少少 跟他的形象 我觉得有少少 不同了 但是他又演得很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好在他是一个比较重的位置 就是令到五个女孩 因为最后变成他最突出 因为亦是他演得最好 所以整体来说 我又觉得 可以 但是至于其他 我自己最不太 入到他气的 就是梅子林里面的 那个陈汉南那一段 当然 张文家那一段 亦是很离奇的 但是我觉得 他又想表现一下 有不同的女孩的性格 除了文青之外 可能有些港女 张文家那种 就是很港女 很标准港女 就是30岁之前 一定要生孩子结婚 要有楼 真的很追求一个家 不是一个家 追求一个很 conventional 很traditional的value 就是女孩最后要 结婚生孩子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 但是陈汉南那段 为什么我会觉得 那段反而我觉得是最差 相对于张文家来说 就是他入了一个世外桃园 在那里做他的艺术家 他是一个文青 但是因为影像上 不太好 亦都表现不了尾 我就觉得 只拍着他的带头 就是拍他漂亮 结婚生 反而连我的景色 还没有看到 然后他又说 有一些村民是会给食物 其实那个是客家人的村 很多都拿不到 请客家村落 和他做文青 和他做艺术家 有什么关系呢 他进去对他的 究竟他是做什么创作的呢 什么突然进到 来说 创作上有什么 所以那个故事 我就完全拿不明白 就是好像只是拍了她的漂亮樣子出來 嗯 你覺得呢 我想最誠實的答案就是 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我是忘記了張文嘉的出現 還有我忘記了她是甚麼角色 她在黑白泥裡面出現 黑白泥裡面突然她們一對話在這裡 說我要30歲之前結婚生孩子 嗯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分佈這五位女主角 分佈到 你有一位女主角是被遺忘的 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劇本上 五位女主角分佈的時間 太薄弱 分得太開 令到 故事線是沒有甚麼說服力 或者做不到一個 建築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 性別意識上 這套電影的 角度 根本擺明是男性刑事的角度 擺明就是 用一個男性的角度 去看五個不同的女性 是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這五個女性 只是幫助我們男主角的工具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岑家琪的角色 比起其他以前的電影 可能你太年輕 可能你未必看過 以前的港產片 黃晶時期拍的 追女仔系列 那些 那些女性的角度 更加比男士刑事 甚至有騷擾 我覺得岑家琪的角色 已經跟以前的 精裝追女仔的男人 已經很不同了 因為起碼以一個男生 是一個大學畢業的 10年後 他也是 做IT工作 都是一個文青 因為他的名字叫厚 很厚實 很敦厚的形象 已經不再像以前 黃晶那種追女仔的 那些花花公子 或者是 那時香港 經濟最輝煌的時間 所以那些男生 就是以一個 花花公子的形象出現 但是現在因為香港的經濟 有些滑落 在國際地位上 亦都低了 所以那個男子的角色 反而 是弱了 所以我覺得岑家琪那個男人的角色 是一個弱男 比較弱的角色出現 反而女仔的角度 例如 劉雍婷那個角色 他應該是做一些保險 金融保險 很明顯是他很強的 一個女人 所以我反而 我覺得是一個弱男 當然 他仍然是那種性別意識 也是仍然是 女人要想結婚 要戴家庭 這些觀念 他仍然是 串通在整個戲裏面 但反而我覺得 那一個男的角色 就再不再是那種 花花公子的角色 當然你說得對 我們一些 柔弱的男子氣質 就是弱美性 是值得慶祝的地方 是好事 但是比黃晶 是不是一個值得人以為有的標準呢 當然 當然 未必 那 五個女生的角度 我覺得她們的性格 有一點點性別定型 無論如何都會有一點點 所謂通俗講的港女的形象 一定的 但是 不是太嚴重 可能因為五個女主角 我覺得的演出都可以 令到角色有一點點生氣 但是主要我的問題是 編劇的設計 本質上這部電影就是 用五個女生去幫助一個男生的角度 去切入 無論演得多好 或者性格多分明 都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都是解決不了 我覺得五個女生 只不過是用來工具 對 五枝花在搭配一個男主角 那你覺得沈家琦演得好不好 我覺得沈家琦是做得挺好的 我覺得沈家琦是 沈家琦也是近年非常活躍 可能是最活躍的其中一位男演員 就是 細螢幕去到大銀幕 都會看到她的蹤影 我覺得 都演出了十幾年 我覺得 這次第一次做第一男主角 都是 叫做有幾好的成果 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點是因為角色 是為她量身定組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跟她個人的形象 或者身體的特質 都是非常之吻合 所以都是 令到她做得很自然 導演有說到 其實她寫這個角色的時候 已經是想了沈家琦 雖然那時候沈家琦 還未答應拍這部電影 她已經想了沈家琦 就是用這個男角來寫這個角色 所以她是真的 獨身定造的一個角色給她 嗯 我覺得她做得很自然 我不是說她沒有學過功夫 但是我覺得 她的功夫是不明顯 沒有痕跡 五位的女主角都是 OK的 我覺得 當然有其中幾位 就是會 有些太強烈地 用性別定影 但是也未至於去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嗯 你記得沈家琦有一幕 她原本是跟余香瑩在家裡吃東西 因為她生病 然後余香瑩買東西給她 然後她突然收到一個電話 是她爸爸打來的 然後她那一刻突然間有些轉變 即是她對她爸爸很惡 對她爸爸很吸引 我覺得那一場是她演得最好 我覺得 שא� Word 加上這場是突然間令到這角色比較立體 因為如果是沒有那一場 其實你會覺得沈家琦從頭到尾都是一些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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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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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突然之間你會知道多了這個男主角的事情 原本一直帶 故事是不能推動的 推動後不斷地遇到不同的女生 但是就是在那場 所以我說余香瑩這個角色在裏面是真的發揮得很好 所以她的氣量由她在裏面都令整套戲添色不少 因為如果沒有那場 其實我最大的批評是沈家綺 因為我覺得她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樣子 一樣的聲調 整個角色真的沒有什麼變化 都是傻傻傻傻傻傻 所以一開始我說的論點是怎樣 因為這部電影我看不到時間是何時 究竟她是同時間和那麼多女生一起 還是分開的 這部電影可能將她很濃縮地說了一個故事出來 總之可能她有分開時間的分段 但是始終我很含會這方面 但是因為有了那些小小的細節 令到我又覺得沈家綺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香港電影可能是導演或者資金 越來越少 市場越來越少 但是我覺得真的有演員是可以的 至少在這部電影裡 你也說了 那五個女生的演員 尤其我覺得沈家綺和余香瑩 是真是新星來的 很好 我想這樣說 沈家綺之所以做得很好 其實跟她的角色設計有很大的關係 好像你這樣說 她這種男性的特質 其實給我的感覺是很真實的 她不是像你所說以前黃禎那些戲的那種男主角 那麼惡毒 那麼令人討厭 但是同時間也有她的軟弱 或者她的缺點 我覺得她這種男性的特質很真實 特別是在異性戀的世界裡 讓我覺得香港的確是有很多這種男性 那麼這部電影可以反映到這種真實 我覺得也是值得加強的地方 同時間 我想忠幸一點說一句 其實那五位女主角 雖然在劇本的設計上 已經定型了她們的工具 但是其實在演出上 和在細緻上 都是給我感覺到 這五個女生的性格 是鮮明 和是真實 和是說服到我這五個人真實的存在 我覺得在這個劇本的設計 這麼大的限制之下 反而可以有這種性格 彰顯到是 是一個小小的奇蹟 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衝突之下 誕生了出來的奇蹟 我覺得這也是黃浩然的功力的一部份 是啊,很對 那你自己看音樂方面 你有沒有聽到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 聽到很多人聽說她的音樂 那這部電影的另一個賣點 特色就是 用了很多很多的 香港的獨立小眾的音樂人 的歌曲 來做一個配樂 那在上映期間 在網上也有些輿論 就覺得是用得太多 或者用得是不吻合 或者有些太突厚的 但是反而我呢 就覺得是OK的 我覺得用得不錯 我覺得用得不錯 我覺得選擇得好 就是自然 有一點 總之就是聽說她的舒服 對嗎? 有些是太突厚的 有幾首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 也有電影感 以及音樂的選取 應該會好過一種 主流 最普通的配樂 因為近年香港的配樂 都是有些令人驚嚇 所以 反而用歌曲 給人的感覺 可能會更好 用傳統的配樂 對呀 所以我現在其實很想等她 出她的聲音 這樣可以給我 有個名單 她究竟用了什麼音樂 因為我剛才看她的結尾 其實她真的用了很多 她的名單 但因為太快了 我又怕不到 但是 在網上 我自己都去找找找找 都真的很多 還有很多樂隊都沒聽過 還有原來有幾首歌 其實她原本是英文 即是一些海外華人作 她們已經放了上網 放了上Youtube 然後她現在用了 所以 亦都將海外的才能 即是有才華的人 現在拉了回香港的電影業 其實 都真的很甜蜜 我覺得看到這件事 嗯 除了音樂之外 亦都覺得 畫面方面 亦都是這套電影的 影像處理的 另一個最大的特色 或者風格 亦都是令我覺得 不太能出門外 即是覺得 她的畫面是 是Youtube風格的 畫面 你用Youtube 甚至乎電視 都上次可以接受 電影是電影 電影是另一回事 我覺得是 令到這套電影 沒有了那個格局 亦都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是的 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有些感覺 這套電影是不是很像 在國內很流行的 網絡電影 因為 你所說 真的有些畫面 令到它 突然之間 加插了一些 變成看卡通 在看網絡電影 就不像是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它是否 好像這樣 沒有那個大格局 又不是 但是 坐在我旁邊的觀眾 你知不知道最後 跟我說 他們很喜歡 他們就是很喜歡 那個AI 那個APP 突然之間 突出了一些對白出來 很搞笑 但當然那些對白 對我們看電影的人 其實又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那些又是額外 加出來的 沒有什麼推進到故事 但是 我覺得觀眾看起來 他們就喜歡 喜歡這些可愛的感覺 大家生活太過緊張 有時可能加插這些輕鬆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 他也是因為省錢 真的 不是他怎麼說 那個什麼 因為他只有12天去拍攝 他怎麼拍到 由一個市中心去到山卡 你論上一套公路 即是所謂公路電影 你真的要說到他的行程 但他可能真的沒有這樣的資源 去拍到這麼長的行程 所以唯有只可以用畫面 去交代給你聽 他的路程就是這麼遠 是啊 他要用畫面 告訴我 導演的功力也是未夠 如果你要用畫面 你才能交代到路程 或者距離 或者時間 另外就是 可能我們對電影的要求 或者水平已經是不合適 還是怎樣 我覺得那些畫面 可能的確是令人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也是登不上大雅子堂 即是 好像你說 是好像網絡電影 但網絡電影和電影是兩回事 這裏不是網絡電影 這裏是電影電影 即是我不想香港電影對美術上 或者影像上的水平越來越下降 也不想因為資源有限 用藉口來對我們的要求越來越下降 即是我們沒有理由因為資源不夠 就越來越寬鬆 這裏是拍出來的電影 因為全部都很垃圾 這裏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點點的 假觀 還是要有一點點的要求 是啊 所以我們繼續可以評論 不知道導演 或者他們會不會聽到 希望他們可以做好一點 在這方面 但我其實真的覺得 他用12天去拍攝 已經是一個奇蹟 出來了現在的成果 嗯 還有從一開始 沒有什麼戲院肯上 因為根本不是很看好的 你說的 用專業的人的角度去看 其實不是很看好的 但是 就是因為這個時勢 就令香港人有這個技術 大家有KOL去幫他搶 最後就有口碑之下 大動了票房 當然 業界的角度來看 這部電影是一個奇蹟性的成功 200萬的成本 1000萬的票房 是5倍的回本 在荷里活來說 都是非常大的成功 但是 200萬港元拍這部電影 是不正常的 這種的生態下 我們是不應該繼續鼓勵的 是啊 也反映到香港電影業 現在可悲 或者仍然需要努力的地方 我不希望 這部電影這麼大的成功 令到200萬拍一部電影 12日拍一部電影 變成一個常態 其實12日不是一個完美的藉口 例如 《一念無明》 都是很少的 都是兩個星期左右的拍攝時間 但是他可以拍到 電影水準的影像 和昇華給我看 所以我覺得這些藉口 當然我們量解 我們香港的觀眾 我們明白 現在業界的苦況 但是 我覺得不是一個白搭的藉口 或者是一個辯解 是啊 所以很多人都說 如果他把五個女生 剪掉 他真的集中一點 把她的厚度加一點 可能出來的效果更加好 反正 其實他這五個地方 都不是真的拍到很多景 其實我覺得陳漢南那段 完全可以剪掉 我始終覺得陳漢南那段 我真的完全莫名其妙 陳漢南那段 我想對很多觀眾來說 都是最深刻 和他們最喜歡的那段 真的慘 我覺得 在蝙蝠上 可能他不是最大 但是 給人感覺到 他是最有特色的 那段 是 但是我覺得這一段 也是男性刑事 最嚴重的一段 即是 直接說到 他是文青 女神 其實女神 這個字 都是男性刑事的字眼 對 就是 用這個女神角度 去切入這個角色 令到我覺得 這一段 那個男性刑事的問題 是最嚴重的 但是同時間 他是 最多人喜歡 而且我也都承認 他是最 令人看得最舒服 那麼 這個東西 說了給他聽些什麼呢 就是 香港的觀眾 或者香港的電影的文化 或者香港本身本土的主流思維 仍然是 非常之 未夠進步 我覺得 在這個男女之間的 平衡 一直都不好 這樣說 這部電影 他想做一個男主角 帶五個女主角 這個設計 我是尊重的 即是 他想做這件事 他就做了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平衡生態 的話 是不是應該開一部 續集 一個女生配五個男生呢 好了 我們可以平衡性別意識的問題 沒錯 希望我們可以有另一個導演 可以做一件事 由一個 即是等於香港版 Sax and City 是嗎 即是 愛林 都是非常之好的人馬 有的 以前好像拍過 我記得欣儀拍過一套 在Netflix上有得提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已經 是不是好像西環的故事 還是不知道叫什麼 即是我覺得 這部電影 總括來說 都是 叫做 上濕原目 都幾乎成功 即是都叫做合格 未至於說 是很災難 或者令人很尷尬 即近年有些香港電影 是令人很尷尬 那這部都未至於 是啊 因為我在這部 講了這麼多一套 其實我最喜歡現在這部 即是在香港OS的Podcast裡面 即是我們放了這麼多一套 我們的反應 我做了幾集 其實這部是我最喜歡的一部 那但是 這部電影 是不是真的 去到以前 香港最輝煌的時代 或者去到可以 國際銷售的地步 沒有 還有很大的努力進步的空間 那我也明白 資源有限 是不是 時間有限 題材有限制 大家都很努力的 我覺得 繼續努力 應該會去到一個 更加好的水平 這也是香港電影之一可待的地方 是 對的 謝謝大家 收聽我們的 香港on screen podcast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